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后来随着我的工作创作的发展 我发现我们今天的一切都跟历史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目前发展非常非常的快 那么我很希望让今天的人知道过去的曾经是什么样子 不能因为发展太快而忘记了过去 当代的中国是非常现代化的 这个现代化的过程是经过了非常复杂的一个转变 我想告诉西方人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就我个人来说我非常对现代化的生活呢我可以适应也可以有更好的向往 但是我认为过去一些美好的东西也同样不能否定 特别是我们过去有很好的环境自然的山啊水啊很清的水很透明的蓝天 现在呢有一些受到了破坏 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过去很朴素很简单 但是现在呢由于是商品社会有一些复杂 我都需要有一些变化 我想通过我的话告诉大家 今天的生活很舒适 但是呢我们也牺牲了一些东西 我们不应该保留一些这些东西 因为安若我虽然是第二次来 但是我给安若给我的印象的非常的好 他很古老 然后人民很热情 我觉得他尤其是对文化的尊崇 这让我很感动 我非常感谢我的代理人 策展人这个珍妮和菲利普 他们跟我介绍说安若有很漂亮的大剧院 结果我实际来看了以后 我发现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 能在这样的大剧院展览我的作品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所以我感谢安若政府 感谢安若人民 向两国人民介绍对方的一些美好的东西 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 我会努力去做的 谢谢 谢谢大家